嗨,大家好,是科王迷不满 这一期视频里的主角们被困循环时空 车载系统显示他们至少被困了44278个小时 也就是1844天 他们惊慌愤怒彼此算几乎相杀戮 然而永远发解脱 后来他们好不容易逃离 却因此更加绝望了 电影的名字叫《血冲》 男主角阿卷是一个聪明宅男 尤其精通化学 他上大学的时候不正业 反而因为自制小白丸而出名 女主角小思则浪迹社会多年 最近想批量制造小白丸赚钱 于是找到阿卷让他露一手 阿卷一见面就迷上了他 于是努力表现 做得特别幼稚 小思见了异常兴奋 原地和他为爱鼓起了掌 事后小思激动的说 他们今晚就要和风哥去干票大的 他说风哥是个杀人狂魔 而且还是自己的谢男友 这两个身份对于阿卷来说 都是晴天霹雳 但是吧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后悔了 三个人当晚住进一个偏远木屋 这个风哥果然是疯疯癫癫的 老是一副谁都想杀的状态 阿卷受不了了 悄悄让小思快离开他 其实小思早就不喜欢风哥了 但是他哪有办法拜托呢 后来风哥忽然亚新大发 又追一历史说 咱们这儿其实是一片印第安圣地 传说这里曾经爆发一场血战 双方连杀几个月 最后只剩下一个战士 他的敌人和朋友全死光了 那这个故事非常重要 次日阿卷在木屋醒来 今天是星期二 风哥一早就催他快做小白丸 他忙碌一气 眼看就要成功 不料风哥一言不合 忽然要杀他 他忙强调说 这种量产小白丸的秘方 可只有自己知道 风哥杀了自己 就别想发财了 不料风哥停后呢 竟把配方一字不差的 全背了下来 阿卷还在吃惊的 风哥却毫无停手的意思 眼看就要下死手 还好小思挺身而出 一剑射杀了他 夜里两人把他埋掉 因为一切都结束了 然而新的一天开始 阿卷还是在木屋醒来 这天还是星期二 更吓人的是 他一开门 竟然又遇到了风哥 只不过他失去了 昨天的记忆 并不知道阿卷杀过自己 难道之前的都是幻觉吗 阿卷一获去挖坟 发现风哥昨天的尸体 确实还在地下 他彻底搞不懂了 决定把昨天所有的事情 都告诉风哥 让他帮忙想想是为什么 然而他还没开口呢 风哥二话不说 又刺赏了他 还好小思又及时赶来 他反杀风哥 并救治其阿卷 我们正好借机梳理一下剧情 其实现在的状况是呢 主角三人不知为何 也不知从何时开始 莫名的陷入了一个时空循环 只要这一天结束 他们就会回到这座木屋 就算死了也会复活 值得注意的是呢 只要他们仨活着度过这一天 那他们此前所有的记忆 都会保留 相反 如果他们像风哥这样死了的话 虽然次日还会重生 但是也会把循环后 发生的一切都忘掉 注意 他们忘的是循环后的事情 循环前原有的记忆是不会忘的 大家看到这段剧情肯定好奇 风哥为什么老是一言不合 就是阿卷 其实阿卷自己也想不明白 小思就跟他解释说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 风哥就和自己做好了杀人计划 他们故意用美人计 把阿卷拼入火 准备在他做成小白纹之后 就杀他迷口 小思自己也曾经是帮凶 不过现在他变心了 决定站在阿卷这一边 接下来两个人开始思考 如何逃离循环时空 他们最初以为是杀风哥的方法不正确 于是给木屋的18版武器 兜列清单开始花石屠杀 然而他们杀了一边又一边 风哥的尸体都填满坟墓了 却还是不行 后来他们又觉得 如果逃离这批印第安土地就好了 然而不管他们开车逃到多远 次日早上一睁眼 一切还是回到原地 后来阿卷认为不能再忙了 得捋青局势 既然这是一个时空迷宫 那么一定有入口也有出口 首先他们就得找到入口 也就是说时空循环是如何出发的 小四说自己能提供一个有用情报 不过阿卷得做好心理准备 两个人进入了不远处的森林 这里有成片苍蝇嗡嗡不停 而阿卷低头一看不禁静呆了 因为遍地都是自己的尸体 原来呢 此前小四并没有说出真相的全貌 他和风哥不光是计划想杀阿卷 而是确实杀了他无数次 只是每次杀完他都会复活 这也就是为什么 当初风哥能背出他的秘密配方 因为每天风哥都会在他 做完小白丸之后杀他灭口 久而久之 风哥自己都耳熟那么香老 所以现在看来 我们此前看到的剧情 其实并不是故事全貌 我们原来以为阿卷先被拉入伙 又在木屋过夜 然后制作小白丸 然后反杀风哥 最后和小四探寻真相 全程连贯 已经合成 其实吧 制作小白丸这一部 他曾经重复过无数次 每次都被风哥杀死 只是每次他都复活失忆 所以不记得了 阿卷对风哥杀自己 倒是并不意外 但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呢 小四居然也杀过自己 他本来还想杀小四 但实在下不去手 只是崩溃离开 阿卷昏昏沉沉睡了一夜 次日醒来 循环仍在继续 但是呢 他已经原谅小四 只是扇了他一个耳光 就和解了 接下来 两人翻阅印第安文献 发现 触发循环的条件 原来就写在上面了 他说 踏入这土地之人 只要让同胞受血光之灾 就会陷入诅咒轮回 由此看来 在小四和风哥 第一次杀阿卷之后 时空循环就被触发了 但是这种循环 又该怎么打破呢 阿卷发现 书里面有一个前提 就是自己得踏在这片神秘土地 那要是能逃出去 也许就好了呢 当然此前 他们就开车试过无数次了 但他觉得那是因为车子太慢了 一夜也没开出去 印第安的土地 要是换个飞机 就不一样了 小四知道 附近有自日飞机 对方呢 是他的另一个前男友 也是现任雇主 他制作小白丸 原本就需要卖给对方的 两个人赶到雇主的地盘之后 小四把小白丸都卖给对方 并且让对方提供飞机 对方假装成交 暗地里却是一手下的黑衣女偷袭 主角两人仓促应战 一番交火之后 好不容易逃出 他们都生命垂危 没法逃亡 还好天色一晚 他们就这样挣扎着熬过了一夜 第二天还是星期二 熟悉的一天再次开始 不过两个人都满血复活 他们倍感庆幸 认不住危害故障 并且在事后再次研究 该如何逃亡 阿卷这边又查阅了许多历史资料 他发现历史上 这个附近确实发生过许多 虚光之灾 每次都牵扯多人 还持续特别久 其实那些人都跟他们一样 也是被困在时空陷阱了 但后来他们都逃出了循环 而且每次离开的只有一个人 由此逆推 逃离循环的方法就是互相残杀 直到死剩最后一人 其实这在风哥讲的故事里面 也有铺垫 他说一场血战之后 只有一个战士能活着离开 他的朋友敌人都得死光光 所以嘛 现在答案很清晰了 阿卷和小四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 阿卷虽然不想死 但是也没得选 所以愿意为小四献身 不过小四倒是觉得 为什么一定要出去呢 就这样不老不死 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不好吗 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呀 阿卷觉得有道理 欣然接受 不过当然 这个天堂里面还有个小缺陷 那就是每天都得杀一次风哥 阿卷想到这儿呢 又提枪去杀今日份的风哥了 那大家注意 这里面只有一声枪响 却并没有风哥被杀的话 接下来 阿卷回屋休息 不料小四却掏枪 对准了他 原来 小四真的是太心急了 他之前说 这是天堂 只是为了麻痹阿卷 现在他又杀掉阿卷 然后带着小白丸 找到雇主交椅 雇主跟以前一样 不想给钱 还想反水杀他 但是他早就知道黑衣女的偷袭手段 所以拿着个手雷做威胁 雇主只好骂骂骂骂的付钱了 那天晚上 小四带着赚到的大超在旅馆过夜 他心想 没了阿卷 生活好像也是索然无味 不禁有些后悔 但没想到 次日早上他再醒来呢 竟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木屋 看来 循环并未被打破 那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其实吧 阿卷虽然很爱小四 但是智商却从未下线 他早就预感到 小四可能要杀自己 所以昨天偷袭风格的时候 只是朝天空 放空墙 实际却把他活着绑了起来 这样小四杀掉自己之后 就不是唯一的活人 所以循环也就未能被打破 但这个计划还是有一个小缺陷 那就是 阿卷自己被杀之后 会失去此前的记忆 不过他也有对策 他早就偷通录像 把自己的一切经历都讲述下来 还在录像上写下 不放我 他重生之后 虽然一无所知 但是看完录像 就找回所有的记忆 再也不会被小四欺骗了 可是吧 阿卷虽然神机妙算 却还是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忘了杀今日份的风格了 现在阿卷和小四说话的时候 风格就冲过来抓住了他们俩 他也把阿卷录的视频看了个遍 借此了解到了一切真相 尤其是三个人必须 死剩一个人才能解脱 不过风格毕竟是太疯了 他眼看胜券在我 却要浪一把 他说我们都无权决定生死 只有命运可以 说完呢 给左轮手枪上了颗子弹 让大家轮流玩俄罗斯轮攀赌 最终胜利者才能活着离开 天赋限制 我就不解释俄罗斯轮攀赌了 简单来说就是 每个人都有六分之一的概率死掉 风格为了表现男子和气概 决定第一个带头 不料花音未落就杀了自己 小四阿卷都目瞪口呆 回过神来又抢起地上的武器 不过小四抢枪是为了让自己活 阿卷抢枪却是为了让自己死 他悲情地说 我一直都爱你 至于你爱谁 那就是你自己的破事了 说完 扣动了还记 小四这才意识到 错失了多爱自己的人 他哭得死去活来 直到体力耗尽 昏睡过去 等小四再醒来时 时间循环已被打破 今天成为了星期三 雇主由于迟迟没有收到货 带着黑衣女来催了 而他的心思呢 一点都没变 还是不想花钱买 只想杀小四灭口 他冷冷地说 我们第一遇再见吧 小四却苦笑说 我们更可能是明天再见 并且越笑越疯狂 因为他知道 雇主一定会杀自己 而自己的死 又会触发新一轮的循环 让他们三人再次开始 无尽折磨 其实在做这期视频的时候 我为最大程度 讲明白剧情 把大量文字 用在了说明上 相比之下 剧情细节就忽略了一些 比如男女主角 每天要干的事情 就是吃饭 睡觉 杀风格 她每天的一百种死法 也成了一到两点 再配合上 诙谐的BGM 有种独特的幽默感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啊不对 有件事情忘了说了 其实呢 本篇有一点 我没看懂的地方 就是每当主角们 重置之后 有部分物品 会跟着重置 比如被烧掉的房子呀 被丢掉的车载电话呀 都会恢复原状 但是有些东西 却不会重置 比如尸体 比如行车记录仪 那么如果有看过 原片的小伙伴 找到答案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 交流一下 不过当然 也不排除呢 这就是导演 想忽略掉的一个坑吧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 CoinFans 咱们下期再见